大气污染 能源紧张 我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接杆 一种具有多用途的可再生的生物资源 可以帮助我们走出困境 到底该如何科学使用接杆 本期农广天地为您介绍 接杆成型燃料带煤吹噬采暖技术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您好观众朋友 很高兴和您相约在农广天地 我是曾璐 我国农作物接杆资源非常丰富 每年接杆量超过6亿吨 其中有3.5亿吨可以作为能源使用 而且是清洁的可再生资源 但是由于接杆燃烧方法与利用途径单一陈旧 接杆能源燃烧效率低 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接杆就地焚烧现象 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那么怎样科学的利用接杆能源呢 今天就向大家推荐接杆成型燃料 带煤吹噬裁暖技术 近年来 我国北方地区连续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 空气污染严重 直接威胁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品质 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结构 是我国空气污染不断恶化的主要原因 尤其在冬季 北方地区有需要采暖 无论是城市集中供热 还是广大农村每家每户单户取暖 几乎都是以燃煤锅炉和炉具为主体 这也是造成空气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全国上下寻找治理污染 特别是治理雾霾突破口的关键时期 如何减少农村燃煤排放 发展清洁替代能源 对大气污染防治具有重要的作用 通过开展揭杆成型燃料替代燃煤 煤改地热 煤改太阳能 煤改电 煤改天然气等 对改善环境污染具有重要意义 推广农村能源清洁开发利用 让农户的厨房 庭院变得干干净净 垂势方便快捷 冬季温暖舒适 生活品质明显提升 接杆成型燃料代煤炊势采暖 就是利用接杆成型燃料代替原煤等常规的化石能源 广泛应用于生活炉灶 取暖炉 热水锅炉 工业锅炉等 接杆成型燃料 是以农林剩余物为主要原料 经过粉碎挤压成型的块状 磅状或颗粒状的固体成型燃料 是一种清洁低碳的可再生能源 同时对环境无污染 对于治理有机废弃物污染 减少农村燃煤排放 保护生态环境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污染治理工作 把接杆综合利用 作为重点内容之一 对京津冀地区提出了 到2015年底 接杆利用达到95%以上 基本实现全量利用的任务目标 通过实施农村接杆成型燃料 带煤炊势裁暖技术 既有效地解决了 农村剩余接杆的问题 还替代了煤炭 这一化石能源的消耗 对促进农村面貌改造提升 和大体污染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一下接杆都扔了 杀在这边都利用一下了 让好这个接杆 一下烧煤这边 一样落回乱人认识 下来烧到这边火力也蒙 自发也快 屋子烧分也快 你这也挺好了 每年的这个露子 烧煤呢 这个物业涨期 特别这个厨房特别涨 这个通过烧的压篷呢 也赶进来 消息也提高了 把接杆变费为宝科学利用起来 能使我们的环境 能源状况得以改善 下面我们就来详细了解一下 接杆成型燃料带煤炊势裁暖技术 据介绍 这项技术包括 接杆成型燃料加工 清洁炉具的选型 水暖系统的安装和使用等环节 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 先来看看接杆成型燃料 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接杆成型燃料加工技术 就是先将接杆粉碎后 再利用固化成型设备 使接杆原料中的木质素 在一定温度和压力的作用下 发生软化粘合 通过模具挤压成磅状 块状或颗粒状固体成型燃料 加工接杆成型燃料要经过 风干 粉碎 堆积回性 水分调节 压缩成型 冷却干燥 计量包装等几个环节 由于刚刚收获的接杆 仍然存在大量的水分 并不适合做粉碎处理 所以要先将收获后的农作物接杆 进行晾 自然风干 经过一段时间的晾 接杆原料的含水率降低至40%以下后 就可以进行粉碎处理了 在粉碎处理过程中 根据成型设备对原料的要求 来决定粉碎的力度大小 一般情况下 挤压成型机械 对40毫米以下的颗粒度 都能稳定成型 粉碎后的接杆原料 还要进行堆积回性 目的就是 使原料干湿度更加均匀 保证压块成型的稳定 原料过湿或过干 都会影响接杆成型 粉碎后的原料在成型加工前 可进行干燥或加湿处理 进行含水率调节 一般挤压成型设备 在挤压成型过程中 要求原料含水率在15%至20% 经过几道工序处理的接杆原料 就可以压缩成型了 成型过程中 机械高速运转 与物料相互摩擦 产热或外部加热 当温度达到200至300摄氏度时 接杆原料中的木质素 就会发生软化 溶溶 粘合等一系列的反应 经模具挤压制成块状 磅状或颗粒状的成型燃料 由于刚挤压出的成型燃料 温度较高 形态还不够稳定 容易破碎 所以普遍采用在传送带上自然冷却干燥的方法 进行冷却干燥 具备条件的还可以安装冷却机 带走燃料中的热量和水分 以保证成型燃料的稳定 对冷却干燥后的成型燃料就可以进行尽量包装了 方便入库储存和运输 看完了揭杆成型燃料加工技术 你是不是对揭杆成型燃料有了个初步认识呢 那你是不是也想知道揭杆成型燃料有什么优点呢 下面就跟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揭杆成型燃料的特性吧 揭杆成型燃料与揭杆直接燃烧比较 燃烧效率得到明显的提升 同时相对于煤炭有着挥发性高 易引燃 挥分少的优点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密度大 压缩后的揭杆成型燃料 与散接杆相比 体积缩小了6至8倍 密度可达到每立方米800至1400千克 解决了接杆堆积密度小 能量密度低 不易储存和运输的缺点 2.热值高 接杆成型燃料热值在每千克 14630至16720千焦 约3500大卡 比原接杆的热值提高500至1000大卡 能源密度相当于中止烟煤 3.燃烧充分 接杆燃料中 可燃气体的含量 也就是挥发分的含量 通常在65%至70% 固定碳的含量在30%左右 所谓挥发分就是指燃料在一定温度下 部分有机物和矿物质 发生分解并溢出的气体 如氢气 碳氢化合物 一氧化碳等可燃性气体 挥发分含量高 很容易点火 燃烧稳定 接杆经过压缩成型后 密度增大 燃烧时就抑制了挥发分 向外吸出的速度 从而延长了接杆成型燃料的燃烧时间 燃料燃烧更加充分 4.污染物少 接杆成型燃料在生产过程中 不发生化学变化 成分与原生生物质接杆相差不大 而燃烧时所排放的烟尘数量有所减少 其中氮元素含量为0.5%至3% 硫元素含量仅为0.1%到0.5% 作为生物质燃料 接杆成型燃料燃烧时 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为0 是公认的环境友好型清洁燃料 接杆经过一系列加工 变身为清洁燃料 然而要想提高它的燃烧效率 还需要挑选适宜的燃烧工具 也就是炉具 那么燃烧接杆的炉具 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又该如何挑选 其实这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 了解完了接杆成型燃料 并且有这么多的优点 老百姓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购买接杆成型燃料 用作吹噬和取暖 但是可不是所有的炉具都能使用它作为燃料 那么我们老百姓应该选购什么样的炉具呢 接杆成型燃料属于高挥发分 低固定碳燃料 挥发分含量通常在65%至70% 固定碳含量在30%左右 而煤炭中挥发分含量在20%左右 固定碳含量在70%以上 挥发分的燃烧是以气体形式燃烧的 挥发分含量高的接杆成型燃料 燃烧速度快 火焰高 这就要求炉具设置有足够的 除料仓和燃烧室 以及充足的二次供氧 才能保证其稳定 持续 充分的燃烧 所以使用接杆成型燃料 就要选择新型清洁燃烧炉具 观众朋友也许会问 普通的燃煤炉具和新型清洁炉具的差别 到底在哪呢 下面请跟着我们的镜头来详细了解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传统燃煤炉具 传统燃煤炉具都是正方向燃烧 也就是燃料在下 火焰在上 燃烧室和除料仓是一体式的 炉堂内的燃料同时参与燃烧 这种结构的炉具 只适合固定碳含量高的煤炭 而新型清洁燃烧炉具 采用的是反烧结构 也就是能实现燃料在上 火焰在下 反方向燃烧的炉体结构 清洁燃烧炉具 包括 燃烧室 除料仓 吸热水套 一次进风口 二次进风口 腌道 浸出水接口 气压阀 清洁口等主要结构 能使用散煤 形煤 生物质等燃料 利用生物质热化学反应基本原理 通过调整一次进风量 进行可控燃烧 解杆成型燃料 热解成氢气 碳氢化合物 一氧化碳等可燃性混合气体 当混合气体上升到炉堂内 遇到二次进风 形成充分燃烧 具备吹噬 热水 采暖功能 具有热效率高 节能效果好 污染物排放少的特点 是我国北方农村冬季 一家一户 分散采暖的生活必需品 怎么样 通过讲解 你是不是对新型清洁炉具 有了初步的了解了呢 你是不是也想选购一台 新型清洁炉具 用作炊事采暖呢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该如何选择一台 新型清洁燃烧炉具 生物质燃料呢 挥发分比较高 在点燃的时候呢 它这个 在温度在300度左右 它这挥发分就迅速挥发 吸出 所以说呢 对这个老百姓 在选择炉形的时候 一定要观察到 这个炉具的几个关键点 选择新型清洁燃烧炉具 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查看炉具标牌 首先要观察产品 是否标志为清洁燃烧炉具 以及产品的功能 额定供热量 供暖面积等信息 然后根据房屋大小 选择合适的炉具 如果居住面积在100平米左右 应该选择额定供热量 在12000瓦以上的炉具 才能达到理想的采暖效果 二 观察炉具结构 根据上面我们讲到的 新型清洁燃烧炉具的结构 观察炉具是否设置有土料仓 炉塘中上部 即炉口处 是否设置有二次进风孔 燃烧结构是不是采用了反烧原理 如果符合上述条件 就可以选择购买 三 检查炉体制造 生物质 吹噬采暖炉具 通用基础条件中规定 炉体外壁钢板厚度 不低于2毫米 内壁钢板厚度 不低于3毫米 炉体美观光洁 炉体背面 应安装有爆破片或泄压阀 四 查看检测报告 通过查看产品说明或检测报告 了解产品的吹噬火力强度 热效率 污染物排放等指标 生物质吹噬采暖炉具 通用基础条件中规定 炉具吹噬火力强度 要达到2.0千瓦以上 热效率70%以上 农户在选择清洁燃烧炉具时 可以参照以上几个方面 进行购买 挑选好炉具之后 我们将面临着另外一个难题 那就是安装炉具 相比挑选炉具来说 安装炉具就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巧了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为了确保安全性 最好还是请专业的技术人员来安装 不过我们还是要对安装的知识 有一定了解 选好合适的炉具 就可以进行安装了 生物质炉具的安装 与现有煤炉安装方法一样 最需要注意的是 为防止液氧化碳中毒 炉具严禁安装在卧室 或与卧室相通的房间内 最好安装在有窗户的厨房 即可以方便裁暖 又可以进行吹噬使用 整个裁暖循环系统的管道布置 应采用长压式上弓下回式自然循环系统 系统由采暖炉炉具 采暖供水管 采暖挥水管 采暖炉具 采暖炉具 不宜超过30米 不宜超过30米 炉具中心与散热器中心高度差 不小于0.5米 排气管应安装在采暖系统主干管道的最高处 管端应保持排气通畅 并高于膨胀水箱 泄水管应安装在采暖系统的最低处 采暖系统的膨胀水箱和排气管 应安装在室内 以免冻结 堵塞管路 影响系统安全运行 排气管 膨胀水箱 与炉具之间的主干管道 应保持通畅 严谨安装自动排气阀 和任何形式的阀门 采暖系统的管道 尽量避免穿过室外 落入在室外的管道 应有可靠的保温防冻措施 采暖系统中 供水总管和回水总管的管径应一致 并与炉具的出水回水管径相同 进出水管通径应在32毫米以上 采暖系统的供水干管和回水干管 均应有0.5%至1%的坡度 自然循环采暖系统的膨胀水箱容积 应不低于采暖系统总容水量的5% 膨胀水箱可根据实际情况 膨胀管与系统的供水总管或回水总管相连 膨胀水箱底部 距供水干管顶部最高点 不小于100毫米 自然循环采暖系统安装时 供水和回水干管不宜绕行门窗 应缩短管道长度 减少弯头 整个采暖系统的安装 要找专业安装队伍施工 要严格执行国家行业标准 民用水暖炉采暖系统安装及验收规范 通常情况下 生物质成型燃料炉具 安装完毕后就可以使用了 初次使用时 最好是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 因为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 那么可能会碰上哪些问题呢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颅具的正确操作方法 生物质成型燃料炉具 安装完毕后就可以使用了 在使用过程中 应注意哪些问题呢 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 炉具的正确操作方法 首先是要向系统内注水 打开各组暖气片的排气阀 通过补水箱向系统内注水 排气和注水完毕后 关闭排气阀 补水箱水位应保持在 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高度 要检查系统是否漏水和结冰 其次要检测炉具的烟囱和进风口 是否打开 全部正常后就可以点火了 点火分上点火和下点火两种方式 我们以上点火为例 在炉堂内添加适量生物质成型燃料 燃料占炉堂的二分之一 然后在生物质成型燃料上加入 易于引燃的碎木条和柴草等做萤火 点燃后盖研炉口 大约五至十分钟 炉具就开始正常燃烧 炉具正常启动后 应通过储料仓的进料口来添加燃料 打开储料仓封盖 添加燃料时 要先将一次进风口关闭 再进行加料 这样是为了防止反烟 这样有利于燃料的燃烧 避免了通过炉堂口加料造成的烟尘污染 根据燃烧情况 可以适时的将料仓中的燃料 向炉堂中拨动 也可以根据不同火力的使用要求 来调节火势 通过调节一次进风量和二次进风量 来控制火势的大小 达到小火或忘火状态 方便吹噬材暖使用 当炉具没有吹噬需求或晚上时 需要进行封火 封火前应使油具处于正常燃烧状态 保证炉堂内存有不少于十厘米厚的熟火 不要把炉堂内添加过多的燃料 只需要把储疗仓加满燃料就可以了 同时关闭依次进风口 正常情况下 炉具可实现风火八小时以上 由于生物质成型燃料中含有杂质和灰酚 炉堂内会出现结胶 形成灰渣 应及时进行清理 保证通风顺畅 避免因为灰渣过多 影响使用效果 接干成型燃料代煤炊事采暖技术 是立国立民的工程 是致力大气污染的重要举措 是提高农民生活品质的有效途径 是助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现实选择 接干成型燃料代煤炊事采暖 功在当代力在千秋 目前我国农村能源利用效率低 污染重 农村节能减排潜力巨大 各地还没有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处运体系 接干商品化水平低 我们应当鼓励接干的综合利用 发展接干成型燃料代煤炊事采暖技术 将接干变分为保 是解决我国农村能源的有效途径 也是改变环境污染的有力措施 好的观众朋友 本期农坊天地就是已成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陪伴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